清靜的小甘露 抵上众生的心 化成清靜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恨的心 阿弥陀佛 各位居士 各位善信 各位朋友 感谢生命电视台 感谢海涛法师 使我们能有 又一次机会 来共同学习佛法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开始讲 心经的第二讲 接着第一讲 我们说到心经最初开始的三个字 观自在 为什么我们说 观自在 观自在 三个字 是心经的一个核心 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修行 要找一个根本的依靠 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的依靠 靠错了的话 我们的修行就会迂回曲折 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取得真正的成果 所以说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根本所谓到底是什么 那就 感谢观自在 第八阿赖耶识的体 在众生为我们的心 叫做阿赖耶识 当然也可以叫做艺术识 但是艺术识的面很广 即使证到了阿罗汉 证到了八地菩萨以后 把阿赖耶识的名改为艺术识 那么 注意 还可以用艺术式这个名字 但是阿赖耶什的这个名 我们只能在正道阿罗汉和八地菩萨以前用 因为还没有断除掉阿赖耶什所包含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阿赖耶什当中还有分断生死的染污种子存在 阿赖耶什还能够使所有的众生 阿赖耶什的这个名字 继续沉沦在六道生死之中 找到我们本来就具有的如来智慧得相 也就是我们本来自在清净无染的这个心 这个心的本体 所以说众生虽然从无视矿界以来就一直轮回 但是在这些轮回当中一直就有一个 不生不灭清净自在的心和众生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说的 阿赖耶什它清净的体和阿赖耶什里边包含着那些清净的种子 这个我们要有所了解 谢谢 尽管我们在轮回 尽管我们在痛苦里边挣扎 可是因为我们能轮回 因为我们能挣扎 因此就有一个使我们能够轮回挣扎的根本所依 如果这个所依没有的话 我们连轮回也不存在 那我们死了以后就成了断灭 所以这是佛法所批判的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这个如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 毁得相是本有的 不是修行以后才有的 但是也不是不修行就能够了解的 因此也可以说是非修非不修 这个修是什么 这个修就是观察 修观形 观什么呢 就是要观察这个本来就自在清静的 第八阿勒耶识的本体 以及它所包含的那些清静 这些清静的本体 清净无污染的功能 功能也叫种子 种子就是功能的差别 也就是功能作用 在没有现形的时候 就把它叫做种子 种子现形以后 就叫做现形了 因此 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名号 观自在菩萨 就有这样深刻的含义 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修行达到了可以观察我们有一个 本来自在清净心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是观自在菩萨了 下面一句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当我们的这种观自在的观形深入的时候 那么什么叫做般若波罗密多 般若波罗密多是菩萨的六度法门 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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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施 持戒 忍辱 精净 禅定 智慧 都是般若波罗蜜多 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是智慧到彼岸 彼岸就是解脱生死和成佛的彼岸 靠什么解脱 靠什么成佛呢 在大圣佛法里边就要靠这个六波罗蜜 在六度里边 前五度 里边其实都含着 般若的成分 都被般若智慧所统领 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做统领的话 前五度就只能是修行 世间的福报而已 由于有了般若 所以才可以在 修福报的同时 也增长我们的智慧 influ題 未经许智慧 導演 未经许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伏惠两族尊 伏德和智慧都达到了至上圆满的境地 伏德就是前五度修行的结果 智慧就是最后般若度 以及贯穿于前五度的般若智慧 从始至终我们的修行不能离开观自在 这是我们修行要把握的 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握这一点 现在我们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这方面进行探索 进行追求 进行观察 进行学习 当我们修六度法门深入的时候 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有人可能要问 修小圣法也是修五蕴空 那么和大圣这里所说的 照见五蕴皆空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还在于第一句 就说大圣法不但照见五蕴皆空 还能够知道产生五蕴的那个根本所依 那个本来就清静自在的法 小圣的修行就 有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和观察这个本来就自在的法 它只要知道五蕴如梦幻泡影 然后把它断掉 断掉以后就能够进入五蕴涅槃 因此小胜的五蕴空的方法 是和大胜的召见五蕴接空是有区别的 大胜召见五蕴接空却不进入五蕴涅槃 不把五蕴断掉 而小胜的目的最后就是要断 五蕴十八戒进入五蕴涅槃 使自己再也不回到三戒六道里来 因此叫做解脱 所以依大胜法来说 小胜的这个解脱实际上是不究竟不圆满的 在大胜来说 只有到了佛的境界 只有成佛 才是真正的最后的解脱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小胜的修行人 在大胜的修行人 进入乌鱼涅槃以后 它里边仍然包含着 在它未进入乌鱼涅槃以前 没有消灭掉的那些细微烦恼的种子 所以阿罗汉证到了阿罗汉以后 仍然还有习气现行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它带着这些没有消灭掉的 习气就也可以进入乌鱼涅槃 所以说这个涅槃它不究竟 而成佛的时候 把这些所有的 把这些细微烦恼都可以进入乌鱼涅槃 把这些细微烦恼都可以进入乌鱼涅槃 脑袭器包括任何微细的部分 就全部干干净净彻彻底的消灭掉了 因此才能叫成佛 因此佛的涅槃才叫做究竟涅槃 这个在后面心经里面就提到 因此它和小圣修行人阿罗汉毕之佛 所进入的涅槃就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我们要修大圣法 就不能够一下子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 如果 那是因此 和大圣修行人阿罗汉毕之佛 和大圣修行人阿罗汉毕之佛 我们要修行人阿罗汉毕之佛 有一个小圣修行人阿罗汉毕之佛 你均不知 你德行人阿罗汉毕之佛 就进入五余涅槃 由于我们没有色身 我们就不能够在常随佛学 不能常随佛学 就不能够成佛 因此大圣的菩萨非常了不起 他们流霍润身 永无止境地随佛学习 永无止境地利益众生 乃至成佛以后 仍然不舍自己成佛以前的大愿 继续利益众生 无有穷尽 下面一句 一切苦恶 这个和前面一句 照见五余接空当然是相关的 照见五余接空是因 度一切苦恶是果 一切苦恶 在小圣法来说 就是断掉我们一般人所有的八苦 另一种分类叫三苦 八苦就是 八苦就是 提高多小异 18岁 许多小葱 四中 十五余接空 三冲 一枱 出现 十五余接空 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生老病死很容易记 然后呢 是爱别离苦 愿赠会苦 求不得苦 和五音赤胜苦 这八苦 很多法师都讲了很多 所以我就在这里 不多讲 三苦 是八苦的另外一种分类 那就是 苦苦 坏苦 和辛苦 苦苦就是我们生命的生命 身心直接感受到的痛苦 坏苦一般人就不容易了解 因为坏苦是指的 你现在所有的 你感受到的那个好的境界 它一定会转化 一定会坏掉 一定会最后变成苦 是指的这个意义 所以坏苦在表面上看来 它好像是性 好像是安乐 但是它一定不能长保 因此必将坏灭 我们一般人对这个 就不能够明确的照见 因为我们缺乏智慧 其实再好的境界 一定不能长保 小孩子长大了 一定会死掉 事业成功了 也会有变化 修行也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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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得到了一个好的境界 一直想把它死死的把持住 保持下去 那也一定会变坏 那也是错误的 因此修行的过程 其实也是不断的获得痛苦的过程 因为有些苦 你在凡夫位的时候 根本就体会不到 只有你修行到一定层次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受到 烦恼是要一步一步 好 慢慢的断除的 因此你只有断除掉那些粗重的烦恼痛苦 你才会体验到微细的烦恼痛苦 因此不要妄想在修行的时候就没有痛苦 其实修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的痛苦的过程 然后你才有可能再把这些新的微细的烦恼和痛苦去除掉 因此叫做随缘消旧 那么 我们刚才说到凡夫的痛苦 那二圣的修行人 也就是声闻原觉的修行人 他们有没有痛苦呢 其实他们还是有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没有破除无始无明 无始无明也叫所智障 就是说他们对大圣所要要求了解的义务 好 这样 因此 我多久 就是你 有 我 不知 他们不知道 有一个产生五蕴 能使众生轮回 也能使众生解脱 不管是轮回还是解脱 乃至成佛一直都存在的 那个清静自在的 实的本体 他们不知道 因为如果单纯的解脱 就不需要知道 大圣经典里面经常讲到 破无名可 就指的是这个 不需要 我们二圣断掉的无名 破除的无名叫一念无名 这两种无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分不清楚 一念无名就是指的 使众生在六道轮回里边生死的那个无名 那就是见一处驻地无名 欲界驻地无名 欲界驻地无名 驻地无名和无色界驻地无名 合称四驻地无名 也叫一念无名 而菩萨不仅仅是要破除和断掉 这个一念无名 更重要的菩萨必须打破无实无名 最终要断掉无实无名 什么时候打掉呢 什么时候打破呢 打破无实无名的时候 就是开悟的时候 如果不开悟 这个无名就不可能打破 因为即使彻底解脱的阿罗汉 也没有打破 因此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然还有苦恼 这个苦恼就是他不能成佛 同时对自己所证的无欲涅槃 没有真实的确切的了解 那菩萨有没有苦恶呢 菩萨也有 菩萨通过修行 一步一步的要断除 分断生死的一念无名 和究竟成佛以前的无始无名 当然 还有心的苦恶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一步一步才能够呈现的那些烦恼 只有到了成佛的时候 才叫做彻底的度了一切的苦恶 因此心经的方法 就是教我们如何 度一切苦恶的方法 如何能够究竟圆满成佛的方法 所以修行的过程 我们不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所说的苦 不仅仅是八苦三苦 还有我们全部修行过程当中的 那些新的烦恼和痛苦 这个烦恼和痛苦 不是凡夫所能了解的 只有真正的修行人才能了解 这个苦我们不能怕 如果我们怕修行当中的痛苦 我们就不可能断掉全部的烦恼种子 我们也就不能成佛了 我们也要有不同的了解 所以在学习大声般若法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概念 就要进行分别 把它弄清楚 如果我们修行稀里糊涂 满含笼 我们就不能获得清醒的 非常深刻的智慧 也就是我们不能开发 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 我们就不能够彻底的解脱 喝 以终成佛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回向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皆供成佛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师至菩萨 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 谢谢各位居士 谢谢各位善信 谢谢各位朋友 感谢生命电视台 感谢海涛法师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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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